張瓦縣政府主動積極去發現問題的首戰 尤其對入境者在居家檢疫這一段時間 保證中確診者能夠找出來 這個是可以值得、是可以肯定、也可以理解的 所以這些問題讓我們整個中央應該去思考 要不要滾動式修正其檢討 對入境者在居家檢疫這一段時間裡面 採取更嚴謹的態度面對要來篩檢 所以這段時間我也看到中央有調整的步伐 所以高風險都在做前面補篩 那到底整個問題找到那中央調整步伐 讓我們入境者在居家檢疫期間 前面土塞能夠做到更入實 其實對前面都是最好的防禦 所以我一直說中央跟地方一定要攜手合作 大家全力的防禦 這才是我們最大的團結力量 中央有中央的權責我都尊重 當然地方的積極的作為 我專前是可以體諒他們的用心跟認真跟努力 這個是可以肯定的 正方是介入調查程序的 然後到底採檢有沒有需要 有沒有這個效益 這個實質內容本身我們倒是需要了解 根據這個採檢的結果 因為美籍台藝的少年 他的CT值是32 基本上已經沒有這個傳染能力了 但是也不能否認 他的確是確診的陽性 因為是核酸檢測的 不是快篩的 所以說而且已經正式列入確診的病例了 那至於這樣的一個採檢過程 有沒有那個效益 我覺得可以是留在專業的討論 因為在他這個聚加檢疫14天都還沒到 就把他抓去採檢 那如果14天到了時候 搞不好就驗不出病毒了 那所以說我們覺得是這個地方面尊重中央疫情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他的專業判斷 但是各地方他們自己要採取 他們自己的這個 這個一些採檢的監測活動 只要不是用到中央流行疫情中央的經費 我們就沒有意見 我覺得其實這部分我們是尊重彰化線 但是這個不需要 也不應該成為中央跟地方互槓的一個 就是在那個檢測過程中 好像有那個檢疫時間還沒有滿 就是請他們出去了 那是不是有點不是那麼好 對啊就是既然就說是公衛專家了 那為什麼會把這個這個居家檢疫的時間 14天還沒有滿 就把他抓去這個採檢 我也覺得奇怪 如果彰化線當初做的是居家檢疫 14天滿了以後 才去做進一步的核酸檢測的話 我們是沒有意見的 要求你才會看到 我們先進入兩步的核酸檢疫 mil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不會把那個全部的核酸檢疫情 而要你也會看到 也可以